抗美援朝之战可以说是我国的立国之战 在这持续三年的战争中 我国共牺牲近20万名战士 还有就是欠下了苏联30多亿元的军事贷款 虽说最后是成功取得了胜利 但是在这场战争之后 我国还得到了什么 如果仅仅是单纯的保家卫国 那么如此的牺牲未免有点太过庞大 路能抵出吗 此战对我国的深远影响到底还有哪些呢 今天让小编给大家讲述一下 这背后的深远意义 在视频开始前 新来的朋友可常按点赞 关注支持一下 我们接着往下降 这一点就不得不提及 主席当年决定出兵朝鲜的高瞻援主了 当时美国军舰浩浩荡荡 从仁川登陆作战 主席在得知消息后的第一时间 就针对美国做出了出兵计划 刚开始有很多人都不理解这一行为 还有就是和我国关系友好的苏联 也并不看好此次出兵 以至于个别人都极力反对 但是主席仍然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然而在14年之后 当美国再次提及当初的这个不可能事件时 却突然醒悟 原来毛主席竟如此深谋远虑 同时也从内心深处产生了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 抗美援朝一战 中国志愿军让西方列强重新认识到了中国 而中国也真正意义上的站了起来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 中国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登上了国际舞台 参与了国际事务的问题讨论 会议期间虽然受到美国的重重阻挠 但这也标志着中国说出的话 能让世界各国开始重视了 当时担任外交部部长的周总理 用其独到的中国是外交风格 让世界都耳目一新 世界开始对中国刮目相看 随后在1955年 中国又参加了亚非会议 周总理这次发表的讲话 连美国都开始重视 甚至西方列强纷纷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 至此 新中国的外交局面彻底打开 1971年7月15日 18个国家联名向联合国递交提案 要求恢复中国的合法权益 此时美国才突然明白 原来这才是中国拼尽全力 打胜抗美援朝的目的 但却为时已晚 现在站在他面前的中国 早已改头换面 毛主席曾说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东方巨龙的彻底觉醒 是他们公然不可冒犯的 在这之前 日本人曾说 他们可以承认是美国人打败了他们 可以承认是苏联人打败了他们 但就是不愿意承认是中国人打败了他们 而现如今他们不得不承认 同时 我国八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接下来的抗美援朝战争 真正地向他们展示了 中国强大的实力 别说是一个弹丸之地的日本 就连世界公认强大的美国又如何 只要来犯 那么都得残缺地回到老家 当初朝鲜内战 美国公然插手 要知道中国和朝鲜 那就是纯芒齿寒的关系 朝鲜一旦被侵占 那么我国边境也岌岌可危 毕竟当初日本也是以朝鲜作为突破口 入侵我国东三省 老美现在的作为 很明显就是想重新让历史再现 而且当时的美国一再认为 新中国刚刚建立 各方面实力都还在修整 所以并没有经历出兵朝鲜 而且他们没有直接挑明自己的意图 而是迂回地侵占朝鲜 再加上美国狂傲地认为 即便是挑衅 那么以他们现如今的实力 中国在看到后 也断然不会出兵 于是美军上将麦克阿瑟 不顾周总理的警告 强行跨过三八线 并指派战机对我国 丹东 吉安等地区进行了轰炸 造成我国境内的 三名无辜百姓被炸死 21人被炸伤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威胁的范围 随后1950年10月19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 在收到主席的命令之后 由彭德怀总司令 率领跨过鸭路江出兵朝鲜 但当时有很多人都不理解 在他们心中同样认为 此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 百姓们刚刚过上好日子 首先应该重视国家内部发展 而不是战争 他们想的这些 身为一国领袖的毛主席 怎会想不到呢 只不过毛主席掌管一国 应该以大局为重 不应以眼前的小利而损失 往后百年的发展 再加上刚成立的新中国 在国际上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 不能参加国际事务 也不能与其他世界各国合作 甚至还多次受到挑衅 所以针对现如今的这种状况 中国极需要一场 证明中国力量的一战 所以抗美援朝 也可以说是送上门的一战 因为我们中国此时正好需要 此战必须要打 10月25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率先打响 抗美援朝第一枪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正式打响 此战共消灭敌军1万5千人 极大的打击了联合国军的嚣张气焰 同时把他们在感恩节前 想要结束战斗的梦想彻底击碎 在这之后 中国又接连发动了四场战役 11月7日 第二次战役爆发 这次彻底扭转了朝鲜战局 当时我志愿军得到主席的命令 开始全军退离 在撤退途中 志愿军们一边后撤一边休整 这正是我军接下来 所要实施的诱敌深入战术 可是这一幕在美军眼里看来 还以为我军敌不过 想要逃离 于是在11月24日 麦克阿瑟率兵由东西两线 对我军开始发起进攻 那么接下来将会上演一出好戏 那就是瓮中捉鳖 当时我军在长津湖地区设下埋伏 零下四十多度的极寒天气 我志愿军仍然坚守着自己的位置 默默等待着美军的到来 当美军刚刚闯入我军包围圈之后 从四面八方出现的志愿军 如同天将神兵 联合国军被打得四处逃窜 不仅没有完成预期梦想 反而是留下了三万六千多具尸体 仓皇逃回了三八线以南 此战我志愿军大获全胜 这么大的战果不是白来的 长津湖一战中 多少志愿军被活活冻死 历史上著名的兵雕连也是出自此战 当时战士们为了不被敌军发现 一个连的战士们 全部安静地埋伏在雪地中 没有命令不能撤退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阻击美军 可是当命令下达的那一刻 战士们却都站不起来 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祖国的尊严 捍卫了军人的尊严 在这次战役之后 美军被彻底打服 凡是参加过长津湖战役的美军都说 我不知道我们要面对的 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这是一场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战争 的确 面对中国军人如此坚韧的意志 他们确实看不到希望 或许唯一能看到的只有书 之后我军又进行了大大小小的战役 直至1951年6月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爆发 这次战役极为惨烈 打到最后联合国军终于精疲力竭 加上美国长时间的深陷战争泥潭 美国国民的反战情绪高涨 不得已美国选择了进行和谈 能和平解决 我国自然不会拒绝 于是双方就开始积极争取有利条件 刚开始战线 一直僵持在三八线附近 双方边打边谈 这期间最著名的莫过于上甘岭战役 在仅有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 双方共投入了近十万的兵力 其火力密集程度几乎超过二战水平 这次激战持续了43个昼夜 阵地反复被夺59次 志愿军共击退敌人900多次冲锋 最终成功守住了阵地 这场战役我军把坑道战发挥到了极致 美军的死亡率也达40% 经此一战 联合国军从心底开始恐惧中国志愿军 随后在1953年7月19日 美军在板门殿签署了停战协议 至此 历时三年之久的抗美援朝战役正式结束 美军在无刚来时的意气风发 反而是灰头土脸地回到了自己的老巢 这一战打出了中国的国威 打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威风 同时此战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被称为人类轻步兵的巅峰 经此一战 中国彻底地站了起来 同时也极大的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这一点从苏联对我国的援助就可以看出来 当时苏联为我国提供了60个步兵师的装备 而且还帮助我国研制武器 由此可见其影响力巨大 抗美援朝一战 让世界各国都明白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中国不再是哪个人口众多 资源丰富 任人欺凌的国家 无论是谁想要来中国的土地上分一杯羹 那么就要想好失去的代价 1953年到1957年 中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这五年的时间内 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加了83% 除此之外 我国也真正突破了若国无外交的这一情况 直至如今 在我国高速的发展下 中国的综合国力一直呈直线上升 但是如今的辉煌 都是当初中国先烈们 用血和肉在那惨烈的战场上换来的 在这里 让我们像当初的那些伟大先烈致敬 是他们 让中国有了今天的美好 是他们 让中国变得如此辉煌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可在下方评论区留言探讨 我们下期再见